早餐打卡先给大家上个秤吧 好多姐妹可能期待我今天早晨的体重呢 97.5斤掉秤4两 早餐我是帕梅达 脂肪餐过后也要这么吃 250克的纯牛奶 这个牛奶让我热了一下 我对花生豆餐的感受就是 它确实很有效果 但是不能天天吃吃一天就行了 我昨天晚上7点钟开始睡觉 睡了9个小时就觉得 同魂目眩的腿呢也没有劲 还有就是我中午吃多了 不是人人都可以吃200克的 我感觉有吃100克就够了 吃到150克的时候 我已经很撑了 撑了胃都不舒服 晚上又很饿很饿 蛋白质尽脑不吃鸡蛋 吃个午餐肉吧 还是五花肉餐比较舒服 还是我们的尖脂餐更容易坚持 两个女维 两个鱼油 鱼油一天才喝六毛钱 还可以间接帮助我们分解脂肪 翻后再来两个附铁软糖 甜蜜的早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